各位老师 各位太极爱好者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主办的一周一太极的公益讲座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是一个致力于推广 太极中医国学的全球网络平台 我们邀请了世界顶级的太极全家 中医学家和国学专家 做公益系列讲座 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喜爱推广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是今天讲座的主持人佟庆梅 今天我们的演讲嘉宾是钟正山老师 这也是我们今年钟老师 为我们做讲座的最后一讲 我先为新来新嫁入的朋友 再介绍一下钟老师 钟老师是武士太极拳第五代传人 中国武术八段 中国非物质物化遗产 武士太极拳传承人 当代中国太极名家 现任钟正山武士太极拳总会会长 中国北京大学武士太极拳研究会民意会长 香港气功太极拳设民意会长 北美武豪太极拳总会海外顾问等职位 被北京中医大学等高校聘为客座教授 钟正山老师 乃武士太极拳创始人 武于乡之敌权书之序 十三岁 从学于永连武士太极拳第四代传人 中国太极拳十三名家之一 姚记祖先生 洗练武士太极拳 刀剑 杆枪推手等 进得真传 钟正山老师 潜心研究太极拳 并发表太极拳听进与懂进等多篇论文 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武士太极拳等著作 并参与并写国家的武士太极拳竞赛套路 和永连太极拳制 钟正山老师还把武士太极拳 推向了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 多次参加国内外太极拳论坛 先后到美国意大利等国 传授武士太极拳 使武士太极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可谓逃离满天下 钟正山老师 在武士太极拳的继承和传播推广等方面 做出了突出贡献 被授予太极拳名家武林白杰 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太极拳论坛上 也被授予肯特基上校荣誉称号 上次 钟老师为我们讲解了 武士十三式循环太极拳 太极理论风松圆火 即左右野马分钟左右分角 转身左灯角 接下来钟老师将为我们继续讲解 太极理论气存丹田 是练拳的核心力量 以及最后三个动作 左右云手 对心掌 手挥皮板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观看 钟老师用我们精心准备的教学视频 播放完毕 我们将进入互动环节 钟老师将亲自回答我们的提问 您摆成 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第六节课 也是最后一节课 五世太前十三世 循环太极 这节课就结束了 今天我主要将的利润是以丹田为核心 上边我主要讲的是 以意念为基础 以身法为标准 以肩胛结构为基础 以腰为主宰 再将来以八面支撑 就空从原国是上节课讲的 这次我再讲一下 以丹田为核心 这是我这节课重点讲的 可能前面一讲到过 讲的不怎么详细 在王宗月太极权论中提到 须领丁尽 气尘丹田 不骗不依 忽闻忽现 作重则作须 诱重则诱秒 进之则愈长 退之则愈错 这讲 这讲武士太强的身法 上领下沉中间松 在身体中正的情况下 在气势运转化解对方的力量 进而遮疑 进而遮疑 把对方发出去 所以这里面讲的主要还是气势 身法 肩架 一致腰为主宰 最后 太拳 尤其是武士太拳 它练的是一一行气 一气运身 这种气 是这样 就是丹田气 虚须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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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冠于顶 由神要提起来 也就是 使丹田之精气 过为旅 经度们 上至尼丸 化为虚领之神 就放到白会 智慧 智慧全身 有了这个虚领丁进 满身就有虚领感 啊 所以这叫虚领丁进 气臣丹田 啊 上边领气 要下臣与丹田 这气到了丹田的概念 丹田是源于道家 啊 内丹学术 配别不同 所以所知的部位 它也都不一致 啊 也都不一致 啊 有的时候是在 人 站立的时候 肚脐 下边的三寸 气海 也有人指 人 汤 样面 汤在床上 肚脐 下 三寸的地方 啊 这些都有道理 啊 将来是最多的 啊 以提下三寸 气海 为丹田 啊 不过这个丹田的部位,不管道家也好,忠义也好,这叫下丹田,也就是丹田在腰与两垮,两腿这个中间部位,就是伏部的这个部位就行了,不要纠结它具体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契尘丹田,丹田是热卖、充卖、汇集处,俗称就叫契海,是七经八卖的宗汇。 就是丹田气,在养成积聚运行,必须在身体激起松柔的情况下,才能参生。 所以,泰拳指,周身要松,要松开,尤其前辈,特别提到,要松沉,松空,武士泰拳讲松空。 只有在身体肌肉卖的情况下,才能参生。 所以,泰拳人用了肌肉卖,然后击肩肝。 而当天气,在聚集和运行,那就一心兴气,一气运身。 在它运行当中,就穿上了内斤。 所以,我们在打手,又叫推手,这样能够把对方的剑,吞化乌有,又把对方的剑,化掉。 就是用内斤,或者叫松沉,功夫,又叫松空的功夫。 接住对方的剑,随着自己的吸气,将对方的剑收敛到骨头里。 就我们所说的,要就是,汉凶八倍,七天贝,把对方的剑收敛到骨头里边,再沉入到脚底。 把对方的剑,把对方的剑,通过的身法,通过的瘫、化,把对方的剑给化掉,并且泄到地下。 所以,这样才会把对方的剑化为乌有,对我没有伤害,没有威胁。 实际上,实际上,这就是把对方的剑,来剑,变为我的虚剑。 在吴氏态下叫虚施。 就是汉凶八倍,七天贝。 有了这个松沉的剑,才算真正的松。 又通过汉凶八倍,把对方的剑变成我的虚剑。 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把身体松开。 才有松沉这种剑,松空这种剑。 通过你放松,把对方的剑空掉。 所以,这个时候,你才做到了骨停,就是骨头停起来,肉沉,肩要松沉。 没有肩松周沉,脖子就是头顶,脖子又伸不长,头顶不起来,就虚令丁尽。 也就没有了虚令丁尽的这种感觉。 气就不可能沉到丹田。 所以说,气尘丹田是链圈的核心力量。 所以在我上节课讲到的,气尘丹,这个空松圆火,里边突出的就是一个,先做到松。 松,异象空,再做到气势里,八面之称。 才能做到火,火似策略。 所以说,这个里边关键的是气,央气。 以丹田为核心,实际上就讲,在初恋泉的时候,用意, 幼道,阴道,气归于丹田为核心。 经过长期的意念的倒影,在丹田的积聚汇合到了一定的程度。 所以说,气尘丹田是链圈的核心,所谓的内呼吸。 呼吸。 所谓的内呼吸,与动作相配合,主要是指这种,丹田呼吸为核心的, 孤单,支气,与拳架动作,向随形成了特有的一种,周天开合呼吸法。 它使肺呼吸,踢呼吸,歇调一致,一种呼吸的方法。 所以说,丹田呼吸,又叫肤式呼吸。 有的还叫皮肤呼吸。 就吸气的时候,就是皮毛,毛孔,要像窗户一样,把它打开。 从皮肤里吸到丹田,然后又从丹田,把这个气向四周,身体四周呼出去。 所以,太义拳非常强调。 呼吸,特别重视呼吸。 在练太义拳的时候,我们重在关注呼吸。 不要关注吸气,重在呼。 所以,这种呼吸是虚多门派,无数门派所重视的。 它既有利于呼吸,呼进肺部的浊气。 吸进来的新鲜空气。 只要通过呼,把肺部的这种气彻底的呼吸。 那自然,它就可以吸进新鲜空气。 所以说,通过吸进新鲜空气,就优励于倒引内气下沉。 根据现在的医学家分析。 你经常注意呼气,有利于肌肉的放松。 你想想很多这个健体运动。 就是你心情紧张的时候,你要深深地呼一口气。 吐一口气,呼。 它身体马上就放松了。 所以,在工作繁忙的时候,心情比较紧张的时候, 要深呼吸三口。 它逐渐恢复恢复了心情思想,就能够静下来。 所以说,它对身体的神经有很好的影响。 从这个练功方面来考虑。 这个呼气,就可以使用内气。 随着热脉下行,气聚丹田,加强丹田的力量。 你怎样让气聚丹田,这个也有一种方法。 就是需要呼气的运动。 用意念的引导。 当心气的时候,当心气的时候,量、泪向外、向上运动。 就是下部,就是肤部。 这种气上升。 实际上,你看,工艺的讲法就是, 下部,就是下部的气,向上升。 这是吸气。 呼气的时候,量、泪向内、向下、合。 就是胸部的气,也就是上边的气。 用中意叫上胶的气。 中气。 中气。 或者中气。 被迫沿着的都美,向下,向下行。 这是意念引导, 中气慢慢地就归到丹田。 就这样的长时间的练习。 便会感觉到有一种呼吸都集中到丹田。 就练太医圈的时候,你呼吸都是在丹田。 所以就叫气沉丹田。 所以说,这种以丹田的核心, 就在练太医圈的时候,练到一定程度。 气、跪、丹田。 不管你吸、呼,他都是在丹田运动。 就受到丹田,激动到丹田。 里根音又叫开河太起旋。 河让领域说,河 Youブ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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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迫辰及保育。 近ド恥有下而上。 以獲间行于积背, 。 cd你�腱下而上。 他将来是上半身 所以说 以丹田为核心 经过长时间倒影 用一年倒影 就形成了呼气 吸气 都激动到了丹田 所以在武士太拳年练到 到豪卫针 豪士太拳 它叫开合太拳 就一吸一呼 一开一合 这就是太拳 这个指的是内呼吸 这就是单前呼吸 这个内呼吸 内呼吸是这种内戒 内气 或者叫真气 元气 实际上说了一回事 特别是武士太拳特点 内气前转 支配外形动作 通过内气的运转 来带动肢体的运动 这就是武士太拳 今天我讲 所讲的就是太拳 武士太拳 以丹田为核心的一个 更体运动 谢谢大家 下边我进行传识教学 上一节课 已经练到了左右分脚 专身登脚 我首先演练一下上一节课 学的内容 预备是七式 左蓝大衣 右蓝大衣 半边 半边 白个两次 左蓝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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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蓝大衣 右蓝大衣 翻扬腿 入风刺壁 抱头吹山 叶玛飞踪 一二三 左右膝脚 右膝脚 坐脊脚 观身 蹬翼脚 练到这个地方 坐蹬脚 下边是匀手 对筋掌 收回疲乏 收拾 这节课 我们把下边的几个动作 匀手 对筋掌 收回疲乏 教练 下边的几个动作 下边是 轿 养手 接下来是 左蹬脚 收脚 成这个 左蕴手,右脚以交给那轴,拐45度,以转正。 同时,左手向上,手心向内,拇指向上, 通过鼻尖到眼,同时右手向下, 转脚45度,端身上部,一条线上部, 脚跟着地,脚跟着翘起来,肱部翻长, 这叫左蕴手。 脚的位置,这个脚,脚度是75度左右, 这个脚,这是45度,75度左右。 再来一次。 左灯脚,晕手,转脚,坐着向上, 向左,转身画弧,上部,肱部翻长, 下边手收心向内,左手,五指分开,立长。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左蕴手,转右脚45度,端身上部,翻长, 左手高于眼平。 左蕴手,再来一次。 转右脚,转身上部,肱部翻长,这个是往下推。 左蕴手,右蕴手,以左脚跟位轴,左脚转动。 右脚内扣,75度左右。 左脚要扣正,你看左脚。 同时,右手向上,倒眼, 转身,转身,向右画弧。 右脚收回半步,交变着地。 同时翻长。 这是左右蕴手,再来一次。 这个手高过眼,五指自然张开。 这是左蕴手,左蕴手。 右蕴手。 右蕴手,以左脚跟位轴,伸起右蕴,右手向上画弧。 左手从外,向右,画弧。 互助腹部,收脚翻长。 这是右蕴手,左蕴手。 再来一次。 左蕴手。 右蕴手。 右蕴手,以右脚跟田蕴,转脚。 右蕴手,曲脚。 左蕴,曲脚。 右蕴手,以左蕴跟田蕴。 重心移到左蕴,同时右蕴,向左蕴,向右蕴。 右蕴手,向右蕴。 右蕴手,将右蕴,向右蕴。 对不对,还顾着腹部 再来一次 这个怎么做 左运手,转脚,上部翻掌 右运手,转左脚,起右手,收右脚 收右脚换骨 这是左右运手,一、二 把左四个,再来一次 左运手,转左脚,重点右到右脚 上部,肱部翻掌 左运手,右运手,以左脚跟面轴 右脚弄得内扣,起十五度 收左脚,收右脚,脚跟着你 好 翻,翻向面 跟着我来 就像是 左运手,以右脚跟面轴 灌脚 上部,肱部翻左掌 左张心,斜到外 右手,右手在股部,肱部翻掌 以左脚跟面轴,转左脚,起十五度 转,起右手,股部脸,胸 坐着股部,股部,收脚翻掌 好,再来一次 云手 冠右手,拐左脚,起右手,收右脚,收回来 翻掌,再来一次 晕手,转脚,上步,翻掌,右晕手 转左脚,收右脚,翻掌 这是左右晕手,一共是两个晕手 左右为一个晕手,一共是重复两次 这次重复一次,这也是 左晕手,转右脚,上步,翻掌,推掌 右晕手,转左脚,起右手,收右脚,翻掌 这是第一个晕手 第二个晕手,以左脚跟背轴,翻掌 同样是75度,翻掌 共同心一到右脚 同时左手,从胸前往上画扶 上步,攻步,推掌 右手在下,护着腹部 左手护着胸,脸 右晕手,转左脚,收右脚 这是晕手,再做一遍 连续做 转左脚,起右手,起左手,上步,攻腿翻掌 右晕手,转左脚,起右手,收右脚翻掌 晕手,第一个晕手 第二个,转右脚,上左脚,攻步 左晕手 转左脚,收右脚,收半步,右晕手 好,连续做遍 好,连续做遍 我数着,一二三四 匀手,转脚,上步,一 右手上起,转脚,翻身,收右脚,二 转右脚,中心一到右脚 左脚,上步,攻腿,三 转左脚,收右脚,四 这就是两个晕手 背面,连续 晕手 转脚,上步,一 晕手,一 后左脚,收右脚,翻掌,二 转右脚, 左脚,踢左脚,上步,攻腿,三 转左脚,收右脚,四 这是晕手 这又过了 这是左右晕手 下边是,就叫对心掌 我再做一遍 看着看 左晕手,转脚,上步,推打 左脚,一 转脚,收右脚,二 转脚,上步,攻腿,三 转脚,收右脚,四 运续 下边就叫对心掌 他一是以右脚跟一轴 右脚尖内扣 75度 内扣75度 中间一刀右脚 你看这个,两个手 像这儿 左手上提,上步 攻步 攻步 收心往前推 这叫对心掌,两个收心 对着对方 对心 好,再来一次 右晕手 转脚,两个手上交叉 上步 攻步 推掌 这叫对心掌 好,我翻面 援手 收脚援手 对心掌 右脚跟对手 转右脚 75度 右脚尖上 正前方 这个方向 同时两个手向交 这个要转 75度 这个转是 15度 再加上一个 45度 215度 向上 上步 推掌 对小坤这也是 这个也是 再来一次 对手 转脚 上步 对心掌 这个要对心掌 这个要对心掌 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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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手上开始 这个也是 运手 后脚 左运手 一 右运手 右手提 二 左运手 三 攻步 右运手 四 这个叫继续转,转成肚子这个方向,对心挡,这就是仰式,匀手对心挡,再下边就是玉女穿梭,正面练习,从这就开始,匀手,缩手起, 一,匀手一,二,匀手二,匀手三,匀手四,这个叫转右脚,右脚转成这样,对心挡,两个手,左手是横挡,右手竖挡,不要分开,上下,跟步, 退步,收回皮吧,往这个点退,往这个点退,偏左后退,收回皮吧,收回来,这就是收拾,我再重练,这三是接起来练,匀手,一,二,三, 二,三,四,对心挡,跟收回皮吧,收回来,收拾,直定,我翻面面几个, 一,二,三,四,对心挡,对心挡,对心挡,推挡,跟合住的方式, 对心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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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挡,跟合住的方式, 收回皮吧,收回皮吧,收回来,必有收拾,今天这是我所教的内容,就是这三是,下边呢,我把这个从开始到最后,再练一面,翻面一面, 开步,几时,左蓝扎一,这要左右蓝扎一,翻面一面, 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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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步. 沐峰次第,抱古巨山,野马分钟,是三个月。 右踢脚,踢脚,坐踢脚,观先蹬一脚,坐蹬脚。 匀手,坐匀手,一,二,三,四,五。 往右脚,好,对筋脚。 盖银皮上一合住,收回皮吧,收回来。 然后,如果你接着练,下面就左拉扎一,右拉扎一,又是单边,它可以循环练习。 所以,今天是我讲的五式胎拳,十三式循环太极拳。 或者叫五式十三式循环太极拳。 它可以收回来,收回皮吧,收到这个地方,就左拉扎一,接着练。 到第三面,又收回来,可以接着练。 像收拾就收拾。 一就是说,十三式太拳,它是个循环太极。 柯长,柯短,短,就是两分钟。 长,可以练一个小时。 只要有兴趣,可以接着,翻复,重复,循环去练习。 这是我讲的十三式循环太极。 有什么问题? 一会儿,我们执一手再说。 这一节课就上到这儿了。 谢谢。 好,谢谢钟老师的精彩教学。 下面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有问题的朋友可以自己开麦,问钟老师。 或者你不愿意开麦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来。 下面有问题吗?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先问一个抛砖引玉。 那个钟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以丹田为核心。 就是丹田呼吸,是不是就是常人讲的那个腹式呼吸? 是的。 这个呼吸它分三种。 一种是自然呼吸,一种是肤式呼吸。 肤式呼吸就分两种。 一个是肤式顺呼吸,一个是肤式腻呼吸。 再一个就是皮肤呼吸,实际上就叫体呼吸,身体毛孔的呼吸。 所以这三种呼吸,其实都是互相促进。 通过外呼吸,就是外呼吸,就是外呼吸呼吸,央气。 呼吸清淡空气的时候,这个是叫呼吸。 内呼吸。 内呼吸,实际上就是内气的聚给散。 你看,列语讲,有两个肩收入几股。 收入几股,注入腰间。 此气是由上而下矣。 实际上,他从上要收到腰间, 下边从脚也要收到腰间。 这个腰间是什么? 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丹田。 这叫醉。 也叫河。 开,就是从丹田,上边顺着西北,到凉壁,最后到松脂。 下边向下,倒腰拳。 所以说,外呼吸是内呼吸的动力。 内呼吸是推动身体运动的动力。 所以练这个呼吸的时候, 在这虽然我讲了三种呼吸, 但是在练的时候, 不要刻意地去求呼吸。 像是自然呼吸。 在猪电链的实验上, 自然要变成呼吸,到逆呼吸。 最后,你有感觉这个身体,肢体, 就是提呼吸,感觉这个毛孔, 吸气的毛孔, 通过皮肤,穿透肌肉, 肌肉,筋,到骨里。 毛孔发散的时候, 你就呼气的时候, 他筋是从骨头里边, 向外通过肩, 穿过肩, 再穿过肌肉, 通过毛孔呼出来。 这个时候, 你练到一定的层次以后, 这个都有感觉。 所以这个比较可以去求。 也不要分离太清楚, 初练的时候自然练习, 它自然的达到, 呼吸呼吸, 或者叫提呼吸。 只有我们练得就比较顺随自然, 一吸一呼。 所以这个五十代右脚是全式呼吸。 全式呼吸实际上就指内呼吸。 哦,讲得太好了。 那就是那个腹式呼吸的时候, 对我也看了太极全书上面讲, 就是有两种, 就是顺势和历史呼吸。 历史呼吸的时候, 是腹部收起来, 还是腹部鼓起来啊? 对, 吸气时候是肚起到命门, 肖腹要收进去, 命门要发后鼓起, 是收腹。 呼吸时候, 命门突丹田, 或者脱肚子都可以, 然后下吐, 吐丹田, 这叫呼吸。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这叫丹田的呼吸。 再一个需要讲一下, 就是这个呼吸。 实际上, 我们初练太野拳, 就是肢体办这个动作。 其实, 太野拳是依靠呼吸, 来牵动, 身体的筋骨运动。 刚才我讲到了, 你吸气的时候, 你一定是肚体往里一收, 你干脚, 干脚这个气, 从下往上, 上升, 量肋, 外开, 上蹄, 气到背上。 这就是吸气。 他牵动你肌肉, 骨骼, 牵动你胸, 背, 肩, 垮, 交, 手。 做的要牵动。 所以在五一山泰拳里面讲的是, 动, 动往牵动, 动牵, 往来, 气体背。 所以只要你气动, 一定要牵动身体, 肌肉, 筋骨, 骨头, 就这些胸腔, 我们叫尸体, 就肢体, 要动, 牵动它。 所以这个里面呢, 他气在会, 一股, 一手, 一股, 一手。 这个不要刻意的需求, 到最后练到一定的层次, 自然就有。 好, 太好了。 现在留言区有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啊。 呃, 当天呼吸的具体路径是什么样的? 呃, 当天路径, 刚才我教到了, 膝膝, 从两肩, 一刻从两手指, 收到腰间, 从两脚, 一收到腰间, 实际上就冲, 要按理解, 从两肩, 收到腰间。 实际上, 从两手指, 两脚指开始, 都收最大腰间, 再从腰间, 啊, 向上, 向外, 呼吹。 这个里需要讲清楚一个什么呢? 这个呼吸, 它是横向, 把身体打开。 呼气, 它的树向, 啊, 啊, 这个, 不是, 这个呼气, 它是树向, 啊, 七天背, 树向, 把身体打开。 呼气, 它是轰, 轰向, 啊, 一树一横, 啊, 那个, 水。 虽然, 近刀手, 它整个身体, 你看, 西西的时候, 好像气势, 它是收小,啊, 啊, 其实呢, 在这个时候, 你会感觉, 这个估价, 再扩大,啊, 在呼气的时候, 这个气势, 啊, 它扩大, 向四周, 撑开, 从毛孔出去, 好像身体, 又出来一样, 西西好像身体, 吸了一样, 但是, 这是什么呢? 这只是气, 气势, 嗯, 不是指肢, 嗯, 所以呢, 才会有, 呃, 提毛孔呼吸的这种感觉, 嗯, 下面还有问题吗? 嗯, 如果没有的话, 我, 我再问一个啊, 就是,呃, 钟老师,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公布啊, 是不是所有的太极拳的公布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就是公布脚尖之间的距离是一个脚的距离? 还是说每个太极拳的这个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呃, 因为这个太极拳, 要如果说都是一样, 不过有这个, 动作有大小之分, 你小了以后, 你公布的那个膝盖, 几乎, 与脚基本垂直, 列为往前, 他不会超过, 呃, 交心。 因为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一个德国朋友问, 他打太极拳打了很长时间了, 然后呢, 他就说, 他现在怎么又说是什么, 呃, 脚尖距离是一个脚, 呃, 他说以前好像是说是以肩为宽, 就以肩宽距离, 所以他就在问我, 他说这个标准是不是变了? 我说我也不清楚, 呵呵, 但是我说我经常听见的是说, 那两脚的距离, 不一样, 阳式五式它不一样, 阳式它, 就是说10公分到15公分, 五式, 基本两脚中间是条线, ok, 有点距离就可以, 嗯,嗯,嗯, 好, 嗯, 那下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呃, 因为下面钟老师还要参加那个太极高峰论坛, 嗯, 我们就可以, 呃, 结束呃, 今天的那个讲座, 在这里呢, 我们先首先感谢钟老师啊, 为, 为了我们大家学习五式, 十三式太极拳, 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动, 确实是每次拍视频, 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讲解也是非常的呃, 精彩, 从理论到动作, 然后示范,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谢谢钟老师, 啊, 谢谢, 谢谢, 然后呢,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2022年的尾声了, 这次呢, 是钟老师的最后一次讲座, 我们希望呢, 明年还有钟老师的讲座, 钟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解新的, 呃, 东西, 然后, 住, 我现在这边呢, 就住那个在欧洲, 因为下面, 下面圣诞节快到了嘛, 所以呢, 我先祝国外的, 呃, 24号到26号是圣诞节, 先祝国外, 欧洲和国外的同学, 或者美洲的同学,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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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呃, 圣诞快乐, 然后再祝大家, 国内, 国外的,呃, 呃, 享受太极, 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然后我们明年再见, 再见, 再见, OK, 好, 那就再见了, 好, 再见。 这里 你 好, 我哪里啊, 你没见过,